在健身房 所以就是會看到他非常努力的在用重訓 所以就是用這種方式去跟他招呼 我每次看到他的時候覺得 你好像變瘦了 然後我說你要不要看我的 我最近練得還不錯 然後就會 反正就是會讓他摸一下我訓練的成果 以前就是因為跟紅的關係 所以我們會常常碰面 就是他們有小組聚會嘛 所以我們會一起去唱歌然後吃飯這樣 就是我剛才講 因為其實那場吻戲是臨時加的 那我們私下是好朋友 所以在其實演的時候都沒有問題 但是加那場吻戲的時候覺得還蠻尷尬的 因為就是其實在拍的時候都會事前的溝通嘛 那這次臨時加會覺得會有點害羞 因為沒有溝通過 當然說開始的時候當然就是投入在那個情境裡面 然後我也就覺得是順其自然的就這樣親下去這樣 也是我的螢幕初吻 我記得是突然被告知就是我們要上樓要開始拍了 就是突然被告知欸有吻戲喔 然後我們兩個都突然這樣 蛤是嗎真的嗎 然後就是因為對家是非常實力派的演員 所以其實他也會帶戲 當然一開始有點尷尬 但是導演一喊Action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完全就是很快的融入在裡面 我覺得我們火星熊真的超級幸運 非常的幸運 就是這一次可以就是一發片就跳大梁當女主角這樣 而且還有就是這麼就是肌肉猛男來當我們的男主角 我再補充一下剛剛他們的螢幕初吻的現場 因為我就在旁邊 然後我就看到就一二三Action 然後他們就這樣子就是輕下去了 然後其實他們非常的自然 讓我覺得很訝異 而且他們完全沒有彩排過 所以我在旁邊就哇好厲害喔 真的是馬上就很到位的演技這樣 然後讓我覺得非常欽佩 前陣子剛拍完戲 所以最近才開始在健身這樣 然後還沒有到比較完美的狀態 所以臨時秀出來有點害羞 那我們這一次的專輯風格呢 是以蒙太奇拼貼為主軸 然後來做發響 然後來做發響 那我們的曲風呢 其實融合了非常多的曲風 有搖滾 爵士 古典 電音 還有流星 所以其實它是 就像是蒙太奇的定義一樣 它有很多不同的拼貼 然後我們在此的方面 因為我們比較是用一些 比較天馬行空的幻想啊 跟蒙太奇的一些電影感來表現 我們想要表達的大小事 那我是以前是公司當製作主 對 我是在艾爾發當製作助理 出道完以後 我還是關回去錄音室 然後其實如果你叫我買便當 我還是可以幫你買便當 如果是下一組製作的藝人的話 我還是可以幫他們買便當 其實在身份轉換上 這一次製作的時候 我的還滿多身份要轉換的 因為我要當製作助理 要當製作人 還要當歌手 其實常常會有點錯亂 就是我唱一唱以後 要當製作助理的 自己跑去買便當回來 然後要不然就是 我在當製作人的時候 然後熊唱完了 然後換我進去當歌手唱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很多的身份 然後讓我其實學習到整個 非常的製作非常不容易 謝謝